在北美买房子 注意高压线距离 高压线在住宅区应该符合安全标准 但是太近 对卖房应该会有影响 房价应该会低一些 在高压线下面就不行 因为有雷暴雨 大风如果刮断了高压线 就有比较大的风险 一般来说100米的距离就不能买 200米以外就可以买 总之远离高压线防患于未然 尽管符合北美建房标准 特别是不能买离高压线铁塔近的房子